隨著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後 首國勞動節假期的到來 時隔三年 香港再度迎來內地訪客潮 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預計 今年5月勞動節假期期間 預計約有461萬人次經各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 為迎接來港旅客大潮 香港不少主題公園紛紛推出新娛樂項目 及各式套票欄客 因為通關之後 這真是第一個長假期 因為之前在疫情時 其實我們有些項目 內地的賓客都體驗不到 在這個時間 就可以讓他們體驗 從樂園入園的預約 及酒店訂房的反應 我們知道是非常熱烈的 酒店訂房的日子已經爆滿了 4月28日一直到5月8日 樂園每天都開放 有些內地的賓客 他們可能會在想兩天一夜 或者三天兩夜的一些深度遊的體驗 所以樂園都為了配合 都有一些住房 及在樂園裏面的一些 套票的項目 給我們的賓客去選擇 香港迪士尼樂園負責人 對中心社記者表示 為迎接小長假期間來源的內地旅客 樂園也安排了充足的人手 並對園區服務人員進行了培訓 旨在提升旅客的遊玩體驗 在客量比較多的時候 好像五一黃金周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充足的人手 做一個好的服務給我們的賓客 要接待賓客 我們都有一個語言的要求 我大部份的同事 都是三文兩譽都很精通的 其實在職我們都有一些培訓給他們的 所以我們就會用不同的形式 除包括主題公園在內的一些旅遊目的地外 香港不少酒店也為接待五一小長假 來港的內地旅客下足功夫 對我們從首先員工的普通話的培訓上面 特別是對這個請啊 你好啊 謝謝 歡迎光臨 雖然平時他們會說 但是在這個表達的方式上面 可能更多的參與一些白話的直譯的方式 所以令到可能遊客聽上去不是那麼舒服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很早就開始 對員工進行了一個培訓 比如說我們會把香港本地特色的一些美食 在酒店的大堂展示出來 讓客人能夠免費的體驗 香港粵海酒店董事總經理趙爽在受訪時表示 除對酒店員工進行培訓外 酒店還利用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科技元素 為來港的內地旅客提供更為便捷舒適的服務 那比如說我們房間會有這個果盤 那我們通過數據的分析之後呢 知道這位客人只喜歡吃草莓的話 那在他下一次入住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放藍莓 那麼比如說我們在空調的這個溫度上面 內地的客人呢 他們的體驗感是24度以上 那麼香港本地的客人呢 一般是18度以下 所以針對內地的客人呢 我們會一早的 將這個房間的溫度調到24度以上 這樣他進來之後呢 就會有一種非常舒服的感覺 那麼我們是最早使用這個自主入住機的酒店 那麼其實很簡單 只是自己輸入這個資料之後呢 他就可以快速的拿到房間 同時呢通過自己手機的使用 可以控制電梯可以控制房門 然後可以控制房間的這個電器產品 那麼這個入住的體驗是非常愉快的 最主要可以減少他們在前台排隊的時間 提早到香港市區進行購物 據內地在線旅遊平台顯示 內地旅客預定香港酒店的數量 也按年增長近兩成 旅客主要來自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及杭州等城市